这是42岁的铁木针统一草原的最后一战 灭掉西方大国奶蛮部 从人数上来看 奶蛮部的兵力是铁木针的两倍 再加上铁木针这边是主动出击 士兵们已经在马背上奔袭了一百多天 已经十分疲累 正面接触的第一战铁木针不占上风 可奶蛮部的太阳寒 是个从来没打过仗的花架子 对付这种人只要稍微虚张声势 就能将他吓住 晚上素营时让兵士们每人点五堆勾火 点那么多勾火干什么 多射一兵 这个办法好 整个萨阿里川全是勾火 让太阳寒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兵吗 到了夜里 赶来打探情况的太阳寒 见到蒙古人比天上星斗还多的勾火 果真在心里打起了鼓 对面的战士人山人海 不是他这区区十万人能抵御的 据说杂木和曾与铁木针多次作战 就想问问他的意见 看着太阳寒这胆小怕事的样子 杂木和就知道 这一次的靠山很快又要玩犊子了 他们哪里是在骑马 那马就想长在他们的屁股上 号令一发 人人唱着歌冲上来 把杀敌人看成是福宴会一样那么轻松 快 快走 出 双方还没交战 太阳寒就命令全军后撤 不仅自己没有了必胜的决心 还连带全军士气受损 连属下们都看不下去了 你正当年福利强 还没有交手就吓破了胆 早知这样还不如让滚别处来统帅军队 撒不拉黑 你不要以为你是先军的老臣就可以这么放肆 第二日一早 双方正式交战 同样是大军统帅 田木真手持苏鲁定长矛 率一队精锐指导奶门部中军 而太阳寒却躲在士兵们之间 听到战场上的喊杀声 忍不住一退再退 那几个一路杀过来的是什么人 那就是田木真用人肉喂养的四条猎群 我们还是离这些不信天主的下等人远一点吧 双方接触如同热刀切黄油 田木真的精锐铁骑一路高歌猛进 太阳寒只有一退再退的份 最终蒙古人毫无悬念的取得了胜利 这也意味着广袤的草原之上 田木真再也没有了真正的对手 田木真明 太阳iceless 瓶 学 glove